好 請說 那就怪搭檔啦 沒有啦 有陰就有果啊 有陰就有果啊 你今天搭檔打這個球 給對方鬧殺 你相對自己就有防備啊 那我剛剛說你就蹲低了 當然 當然越快的球你越要蹲低啊 你越 對 你越快蹲低 然後越 一定要先把晉身保護好 然後還有 晉身的球也是最快的 教練你要輸到那個 就是動作 我們家朋友 晉身的球 對啊 晉身 晉身要保護好 對 晉身要保護好你的晉身 教練他衝上了 對 他也衝下來了 晉身的球保護好 你自己的身體 因為越快的球 一定往身體上衝會更多 你今天的球被人壓到 你一定來爆發一個 我過度 晉身的球 不然我過度 你是過度 我今天在前面 對 好你過度 那他打他打我 對不對 你追上智慧喔 這樣球我一定死啊 對不對 不是找死 我跟你說啦一定找死 所以你相對你就是盡量把身體 擺好就好 擺低一點就好了 擺低三 就是找死 擺低一點 然後他來說 遇到一直切的單打 喔單打最好解 單打比雙打好解 遇到一支 你都知道要切 你可以前面多注意一點 然後你相對的小球加強一點 對 單打 單打來講小球很重要 你有好的小球 你就有辦法主持進攻 開始切 你相對的可以多配一些球 直線也好 對角也好 多放也好 我切 你切球 那我當然注意的範圍當然會很大 我回中間一點 我就可以放一下 他這樣不就死掉了 我回了中間 你動作 只要擺得好 你空間 你打的空間就出來了 當打愛切球的時候 那他還是回中嗎 會啦 會不會回中嗎 他愛切一樣回中 因為你 比賽的當下 你不知道 對手會打哪裡 當然你 他你的重心稍微偏一點點 稍微偏前面一點點 你不要整個都往前衝 因為不知道你沒有位置 那相對的 我的解答就是 他今天一球會切 你相對的 你的打的球 放的小球 可以再多一點變化 你往前的球 會可以多一點變化 而不是再繼續挑給他切 單打小地那麼大 我不要信 他一直切會切死你 你就一直放 他切我就放給你看誰跑 我比較累嘛 他切他從後面到前面 對不對 再給他勾個對角也好 解答了嗎 沒有啦 有沒有問教練會不會那麼帥 沒有 好啦 解答結束 我會說是單身嗎 抱歉 死壞了 好 可以對面的 可以對面的 哈哈哈哈